原标题 骨灰一半葬在日本,一半葬在北京 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老人,谁能想得到 在几十年前,他还是大亲的皇族,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弟弟 1907年4月16日,溥杰出生在北京的纯亲王府 生父是纯亲王爱心爵罗再峰,生母是瓜尔加士佑兰 溥杰不是家中的长子,在他出生之前 再峰还有一个儿子,即日后有名的溥仪 光绪第五子,大清的皇帝需要继承 于是,慈禧就把光绪皇帝的弟弟再峰的儿子溥仪过继于同日帝在纯 同时间成光绪帝之挑,一人挑两房,成了清朝新一任皇帝 就这样,本来是次子的普杰成了纯亲王府的继承人 后来,大清王了 不过,因为当初与国民政府的约定,加上普杰 特殊的身份 因而,普杰成了那几个少数 还拥有特权和高额补贴的满族贵族 普杰与别的大清皇族不一样 他算是其中的一股清流 他擅长打理财物,也没有像其他昔日贵族一般奢侈度日 明国初年,普杰成了上流社会有名的名领 不过,他的婚姻生活并没有一直顺利,也颇委屈者 十七岁那一年,普杰娶了比自己大三岁的唐石霞 唐石霞是锦妃的侄女 这样的虽不说美丽动人,但也是一个小家碧玉的美人 可惜,这段婚姻并不幸福 两人没有共同的话题,长期分居 1928年,在北伐军进入北京的前夕 再封全家由张学良安排赴天津租界避难 普杰和妻子唐石霞也去到了天津 再后来,普杰成了维满洲国的皇帝 普杰也随着普杰去到了东北 普杰无子,可维满洲国需要一个继承人 因此,作为普仪的亲弟弟,普杰进入日本人的视线 在日本人的压迫之下,普杰和妻子唐石霞离婚 并在三十岁这一年,娶了一个名为琢娥号的日本女人 那一年,琢娥号二十三岁,是侯爵琢娥宫腾的孙女 是侯爵琢娥时胜与夫人上子的长女 是日本皇室的近亲 谁能想得到,这次被压迫的婚姻 恰恰让普杰得到了幸福 普杰和琢娥号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会生,二女儿互生 后来,维满洲国覆灭了,日本人战败了 在普杰逃往日本途中,被苏联俘获 在后来的后来,普杰做了几年老 1960年11月28日,普杰获特赦 随后,普杰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随意和幸福 可惜的是,她的妻子,在1987年6月去世 大女儿会生在19岁那一年,在伊豆半岛为爱自杀 如今,普杰一家,只有小女儿互生还在世 献去日本,嫁给了一个日本人,生了五名子女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